我自己家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你就是他個人的喜好式 也是核桃木 也是這樣子的鏡子 然後也是這樣子的隔間風格 所以我說 你還是不能有太自我風格 非常濃烈的設計師 因為後來發現 他每一個作品都是類似的樣子 好 我們看第二個 你要知道真相是什麼呢 專門讀你看不懂的 孤家丹秘密 真的有時候密密麻麻的 誰知道這個 真的都看不懂 像我朋友他之前透過 另外一個朋友認識的設計師 然後一開始他就給他看他一些作品 然後接下來就給他看設計稿 就跟他說 你的房子可以這樣子設計 那我朋友想說 看的還滿滿意的 就想說那就給他設計 然後加上我朋友就是比較懶 他不喜歡看很多那些估價單那些的 他就想說 反正是認識的介紹一定是可信度高的 結果後來東西不到半年 很裝潢 哇 牆烈的烈啊 然後門還關不起來 然後廁所還漏水 然後接下來就想說 那我要趕快打給設計師 然後問他說怎麼會這樣 結果設計說 喔 我很忙 然後打電話給他 他就再也都不接 然後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朋友就是每天都很苦惱 後來他就 又找了我們另外一個朋友看 結果我朋友就跟他講說 喔 這種設計師就是賺那些錢 他說像那些譬如說 材料啊 他可能跟你報五千 然後其實他那個東西很爛 只要一千塊 然後兩千設計師抽走 然後兩千師傅抽走 對啊 然後所以他東西都超爛的 啊 他問題超多的 所以這種估價單 小Call妳會看這種估價單 我估價單 因為基本上那個 房子的設計師我自己去跑 但是像我 之前我做 我自己做廚具啊 我 到了那個巴黎還是五谷那邊 那邊有專門做廚具的 喔 五谷這樣 對 然後那邊的廚具啊 我做完整個廚具 而且自己設計的大小 做完才 然後他有跟我講說 有另外一個就是也是名人 然後請設計師 設計類似的 他就開 對 對 到底要請什麼樣的人來監工 才不會被坑 每一次要繳錢之前 他一定會有一個工程款 其實那個工程款 你要在那個時候 就驗收那個工程款 喔 講的話他麻煩 要搭配一個啦 你看他委屈到壞人啊 沒有 對 就是要搭配一個 尖酸刻薄 對 因為喔 你的個性跟我們一樣嘛 我們說喔 好好 就是自己灰灰 吃悶灰 你如果搭配一個 尖酸刻薄的人 最好是那一種 不知道為什麼 顛薄的人 顛薄的人 做完整個廚具 而且自己設計的大小 做完才十萬 然後他有跟我講說 有另外一個就是也是名人 然後請設計師 設計類似的 他就開八十萬 哇 十萬 對 但是因為那個人很忙 所以他也就沒有去 就沒有自己去很仔細的去看 那個估價還有去看那個價錢 是不是可以的 然後我自己就 自己我覺得還是要自己去跑 然後自己去上網找一些資料 你才不會被騙 對 我自己加的這個紅色的這個部分 是自己的那個儲具的部分 然後就是我就整個那種感覺 就是像白天看出去是這樣子 對 很像小Call 對 就是你自己設計壞 你會覺得說你這樣子 你看如果他開八十萬 我自己還省了七十萬 對 差很多 然後白天就是更近的感覺 對 這是你家 我家 對 這是我自己設計的一個部分 現在就是那個估價單 你不一定看得懂他細胃 對啊 其實沒有人看得懂 對 那像我之前辦公室裝潢的時候 有一家報清運費報五萬 我想 蛤 怎麼五萬 另外一家報八千 差太多了吧 差太多了吧 後來才問說他輕到什麼程度 他以一車來算還是一趟來算 像這個估價單其實要蠻專業的 去問清楚才會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問這裡就有名設計師 剛剛我們這樣講一講去 不曉得有沒有踩到他的痛處 他不怕考驗 來 林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估價單的東西要怎麼來 一個東西做起來 它應該是要多少費用 它其實是跟你到底做了什麼有關係 你貼了什麼 二十種材料 它其實有很多的不同 所以第一個就是我們的估價單上面的由來 一定要是先看設計圖 圖上是什麼 我們就估什麼 那有什麼樣子的項目 其實應該要寫得比較清楚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這個東西 比如說電視櫃 或者電視牆 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不會是就是你不懂的一些專有名詞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要有單位 單位跟數量還有單價 這三個東西就是最重要的 對 因為其實 就是就算有一個完整的圖面給你 但是進到現場以後 你可能還是會有一些修改 對 所以如果說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最後其實會很多的爭議出現 對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都要把它列得很清楚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材料 但是因為如果估價單上把它列得太清楚 太多的材料擠在一起的時候 會看起來更亂 所以其實還是要輔助回去 就是比對到設計圖上 那總編呢 其實估價單真的 我覺得要看戲 尤其你們看到有些單位 像剛剛林芳這邊有講到一些單位 你們可能對單位一定要 就是他一定要對到單位 像很多人喜歡用一式 你看到那種式的 樣式的式 你們都要特別小心 因為一式的鞋櫃它可能只有這麼高 可是人家的鞋櫃是這麼高 所以裡面有抽屜沒抽屜差很多 所以你看到那種式的你要特別的謹慎 對 然後你看到最好是標明就是品牌 那我還有看到一種就是 很容易在報價單 就是動一點手腳 我曾經同一個案子 一個人報100一個人報150 那就是來找我們雜資社 然後我就看奇怪 為什麼同樣的東西條件都一樣 現在為什麼差在哪裡 後來我看出玄機來了 100不含廚具 因為光廚具可能就一二十萬 然後不含衛浴設備 所以不含這件事情你要看清楚 對不對 還有我的經驗就是做那個書櫃 我們辦公室要隔放講義的地方 結果兩家報的價格差這麼多 我就去問第三家說 為什麼這兩家價格差那麼多 他就教我 因為那書櫃它說比方說核桃木 核桃木有石木的 或者只是貼核桃木皮的 核桃木皮的 對 但是貼皮也有是塑膠材質 但是上面有樹木的紋路的 所以事實上 石木的貼皮的貼皮的材質 價格都差非常多 這都要問清楚 好所以今天我可以學到很多下 我們來看第三個真相是什麼呢 事先絕對不會提到的工程追加款 對 石姊 應該會列這一條吧 會不會 沒有像我的鄰居是一個慘痛的例子 因為那時候其實 因為很多人都一聲一嗚 買到了很興奮很開心 他那時候就為了要趕農曆契約要領主 他就趕快上網去找了一個那個 就隨便找了一個設計師 他也稍微看一下但沒有比價 然後他就跟對方講說我要趕在農曆前 對方跟他說承諾說四十天可以教舞 所以他就簽約了很開心 可是在他做了就是教務前的一周 他就去看 才完成六成 就是只完成六十趴 他就跟他說怎麼會這樣 他說 因為有些材料要等 如果你不等就要加價 然後他就再拿了另外一張顧價單出來說 對啦還有哪些東西 這些東西錢要追加 因為材料量不對 這還要修改費 就像剛剛那個設計師們都說的 他有很多費用都突然加上來 他說 可是明明幫我當初簽的是七十萬 為什麼就加了十幾萬 他說我合約上面有寫喔 就是說如果因為工程費用需要調整 他的調整幅度可以高達二十趴 他說這二十趴是可以容許的範圍 他說不屑你回去看合約 之前你都沒看 對 因為我邻居就輕鬆鬆嘛 結果他就回去看那個合約 才發現 就發現真的有這一條 那怎麼辦他就好認賠啊 不然房子也沒辦法做好啊 真的 這個其實就是 其實開工的時候要有那個 就是工程進度表 那你不能到最後才去看 其實你中間的過程 大概最少最少要三四次的時間 才可以就是去 就是要中間要去做一些驗收的動作 對然後另外就是 其實我剛剛講過的 就是圖面一定要先有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到的數量嘛 像這個是平面的施工圖 那這裡面就是有一些 譬如說是水電的位置 對哪裡有插座哪裡有電視線 所以這個都數量是點得出來的 那實際上這邊做了多少 你的現場有多少 所以一定要去對照這個東西 對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另外的話就是 圖面的話我們剛剛那只看到平面的東西 那立體的東西長起來長什麼樣子 那它上面貼了什麼樣的材質 在一開始施工之前 一定要有這些東西 那到時候如果說有一些替換 你才有一個比對 對所以如果很多都是 可能師傅他來施工 那就跟他說這邊一個櫃子 那邊一個櫃子 那大概多高啊什麼的 讓他自己做 可是這樣就會造成最後 就是很多的問題 對做出來很不像 然後整體風格兜起來 就是一個一個櫃子這樣子 那後面的追加其實都會是非常多 而且其實這種事情常常發生在 就是朋友介紹啊或者是 對親戚之類的 反而朋友的還會被你凹 對 我們甚至有一個屋主他之前就是 我們幫他用圖面 固算出來的金額 譬如說是兩百萬好了 他最後完工的時候 被追加到變四百多萬塊五百萬 那差不多 所有的廠商都是他的朋友 或者是朋友的親戚 對這個狀況很多 因為我們做純設計的話 他們其實常常會拿著設計圖 就是到處比價 但是你有這個也是沒有辦法 就是比得出 還要去參觀工地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每個人的品質上落差就會很大 我還有問題想要問專家 有兩個問題 像第一個就是 像我鄰居他這樣啊 他就說因為合約上面有寫 所以他被追加 那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 我們很不合理對不對 他說他有寫一排 真的很小排 那這個怎麼辦 如果真的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有什麼辦法 可以幫自己的嗎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像因為已經 雖然說已經有一些圖面 可以看到說整個構造了 可是如果我今天沒有請設計師做3D圖的時候 其實我是沒有辦法去抓他的感覺 就他呈現出來跟我的想像有落差 我們有一戶就是 他說說我幫你上面做愛心的那個什麼 就是床 上面不是有個很漂亮的裝飾燈嗎 就是那愛心做得太大 像兩個氣球 就是不好看了 或是說那個整個空間的壓迫感 跟他原本寫的是不一樣的 可是他就說這時候已經做了怎麼辦 我想要知道說這怎麼辦解決 請問一下泰萱 其實要防止被追加工程款 其實關鍵的地方其實就是在 你要做的細項部分 而且還有簽約的時候非常重要 我們簽約的時候 通常你底下會有一個 所謂的估價單的列表 那我們第一階段簽約的時候 你可能要先付個5% 甚至10%的一個定金 那你第二階段的時候 你施做到什麼項目 譬如說你現在做那個 拆除到泥水工程 我要先付一部分 那他在那個細項裡面就會說 我大概要拆除幾面牆 需要多少車 他會有一個估算的金額出來 那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譬如說你可能做了水電 做了鋁窗等等 第三階段的時候 可能我會有一些木座 他會列細項出來 所以那個細項就很重要 你在一開始簽約的時候 他就要付在你的最後面的那個部分 所以將來他如果有追加的時候 你就會看這個部分 原本就沒有 其實追加在所難免 因為有時候是消費者自己想要做得更好 然後跟設計師講說 我原本是這樣子 我想改 在所難免 但是你為了防止人家追加太多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細項的部分 要非常的重要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驗收款 驗收款我們通常會保留一部分 大概10% 這個部分很重要 就是 你不可能一開始就全部給他 給他以後他就隨便亂做了 對 那你最後就是說 整個在驗收之前 你大概會保留10%的這個工程款 到時候驗收如果有哪些有問題的話 你再從你這個10%的驗收款裡面 去扣除這樣子 對 張總比有要補充的嗎 其實我覺得 要避免 其實很難說不追加 真的是這麼說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你自己 像我曾經碰過一個追加很誇張 是從300變700 對 而且最後屋主還被告 那原因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設計師講的都很模糊 他會跟你講說 這個換人造石好不好 你覺得不錯不錯 那你就換了對不對 所以要最有保障的方法就是說 你可以在合約商 第一個追加款是不是 控制在10% 然後在追加的時候 必須雙方簽名認定為標準 為基準 就是說這個 他追加款一定要先報價 報完價之後 你也同意了 你們雙方都有簽名 這個追加才成立 你都可以在合約上列的 那很多設計師 其實都不太會去列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消費者可以替自己去爭取 就是說 第一個追加款 我是不是控制了10% 第二個 每次追加必須要先報價 而且必須經過雙方同意 好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避免 你的追加過程 你不知道你追加到什麼程度 你也比較能夠控制 其實我在裝潢的時候 那個工程的追加款下來的時候 我就有一條一條去對 後來我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我跟那個 幫我